又发生了儿童呢遭到窗帘拉绳勒紧受伤的意外 这一次是在苗栗县这一名国小四年级的男童 12号晚间在朱家房间被父母亲发现脖子缠绕了窗帘的拉绳 而且就悬尿在窗边脸色已经发黑了 紧急送医治疗但到目前还没有脱离险境 就是这条细细的窗帘拉绳紧紧勒住小孩的脖子 让苗栗这名小四男童几乎被勒死 家人发现赶紧把小孩送医被紧急推进急诊室 家人担心自责怪自己照顾小孩太不小心 经过急救小孩恢复了呼吸心跳但昏迷指数自有三 那目前来讲还是在使用呼吸器 意识状态不清醒那两边瞳孔基本上也是对光没有反应 所以育后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并不是太好 警方调查事发当时他独自一人留在二楼这间卧房里 不到半小时爸妈就发现小孩脖子掉在窗帘绳索上 脸色发黑爸妈吓了一大跳 小孩把玩窗帘的拉绳 十年来已经有六名儿童因此丧命 现在窗帘业者已经开始推广 对开市的窗帘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中间新闻彭志明苗栗车坊报导 这边是在窗帘上的窗帘 对开市的窗帘